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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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蒂 怎么样 炸弹专家 你看这柜台了没有 这就是爆炸的中心 爆炸就是以它为点 向四周扩散开的 这个炸弹很容易制造和引爆 只可惜啊 随着爆炸 现在已经被炸的乱七八糟了 那怎么办 现在只能想办法 把它全都找回来 我呢把它拼起来 你见过小孩玩的拼图游戏吗 当然了 我们要做的可比拼图游戏难多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所有的碎片给找出来 在这个废墟里 对啊 没错 你能给我个明确解释吗 很简单 炸弹的很多零部件 在爆炸中并没有消失 而是被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一 如果我们要是能把它都找出来的话 我一定能从中发现很多线索 这样不就能帮助你们破案了吗 高 跟没说一样 那我们就找吧 喂 史伊丝 有什么吩咐 什么 放心吧 一切都在小弟的掌控之中 李勇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警官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今天早上的鲜花是哪个花店送来的 是离这儿不远的一家新鲜花店送来的 你确定吗 那当然了 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能在生日这天 收到朋友祝福的花 是最幸福的事了 没事 李勇 你先不要走 在这儿等我了 没问题 只要能够帮助你们 我很乐意 要知道 我以前当过兵 而且是工兵 你当过工兵 对 是工兵 很带劲 这么说 你这炸弹应该很了解 这个对我来说 整个太简单了 不要走 等我 夏丽 后边的您男高的家伙 来给我看 放心吧 好 不用 嗯 喂 好啊 你那边怎么样啊 老家想叫苦了吧 有什么情况 说 我跟你说我这边人手 根本就不够 好吧 我马上给局里的电话 我这一有没有就过去 好嘞 去等着 行 那我等你电话啊 没了吗 就那个吧 对 你好 柳阳 柳橘 我是周敏凯 哎 敏凯啊 我正担心你们那边呢 现场情况怎么样 八战的现场情况比较复杂 柳橘啊 我需要几个精兵强奖 给你五个人够吗 够了 谢谢了柳橘 好 哎 再见 喂 大队吗 不用客气 再见了啊 哎呦 哎呦 于是 我真是给你原家路窄了 这叫峡谷相逢勇者胜 只要是咱俩一组啊 我永远是你的领导 哎哎哎哎 呦 呦 小心啊 我不干了 你敢啊 哎 人家头那头啊 都出瞻告捷 撤回去了 是吗 这么快啊 是啊 咱也得抓点捡 要不然又让头 把咱看遍 你这头情况怎么样 哎 李小儿 第一手情报 关于今天早上生日鲜花 林勇的说法 跟花店女老板的说法 不一致 怎么都不一致 林勇说了 这些花是花店的女服务员 主动送到茶楼的 而花店女老板 却否认这一点 她说是林勇今天早上 一大早骑着自行圈 来花店买的花 同时还拿走了一张 粉红色的空白生日卡片 据那两个受伤的服务员说 林勇前一段时间追求过那个 被炸死的领班叫假秀 后来本人拒绝了 诶 失恋的 有戏 走 走 对不起 江先生 尽管他们恨像 把你那个人走前跃的一体啊 恢复得好看一些 但是 他 尽管 我知道 你们已经尽力了 江先生 已经诱人绑了吗 别人过来 我建议你啊 最后孩子不要看了 可 可无论如何 你们得让我见他最后一面 您就答应我吧 您把这个 来来来 孩子不见得好 您的好意 我 我心领过 可总为 让我跟他告个别吧 无论您是什么样子 我这心里 都能承受 好 好 来 清月 好 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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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Shaq 妈 切成了十倍 但是现在也不能去 不能进去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见妈妈 不是个女儿 我要见妈妈 走走走走走走走 妈 不要妈 妈 没事 妈 抱抱一个去 妈 妈 老刘 尸体上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可以断定 这两个人啊 似于百分之百的包扎 诶 长龙你 缺出去了 马上就回来 怎么了 诶 杂水 这个校会的兵啊 看来似有点不太妙 怎么个不妙法 安踏实的这个情况 看得似癌症 你好 喂 我 周冰凯 刘刚 挺忙的 我拜托你个事啊 有个病人啊 是外二科十六床的陈小慧 对 外二科十六床 你帮我打听打听他的处置医生 看看他的病啊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好吧 好 我等你消息啊 再见 诶 郝佳 把那钳子丢一下 钳子 这个吧 对 你说你 要的不是那种光辉 我说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夸过你唱歌好听吗 除了老公 你是第一个 要你啊 我想起来了 我刚来警局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你好像是在楼道 你当时穿的是一身病衣 我还以为你是哪个歌舞团呢 真没想到 这公安局里还能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我当时啊 我就暗暗的发誓 我一定 一定要 废你抹去 真的 还有这事呢 当然是真的了 真没想到 你折腾了我 实在是魂不守舍 没想到后来一打听 才知道 你已经名话有主了 嗯 告诉你吧 这局里啊 有很多人对你意见大了 嗯 真的 为什么 他们说你是个典型的吃里扒外者 嗯 他们后悔了 说在你刚来警局的时候 就应该跟政委说 对你约法三章 当然了 这三章是对你的婚姻原则说的 婚姻原则问题 什么意思 他们说你的婚姻就应该内部消化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田 哎呀 你们以为你们是黑社会啊 我告你 我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公安事业 还不够啊 真是 当然不够了 告诉你吧 你如果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赶紧回家 跟你那个博士老公把婚一离 像我这样 又有能力又有本事的好男人 局里有的是 我相信 大家一定会给你这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说你唠叨完了没有 啊 死了这条心吧你啊 快点儿 什么时候弄完啊 怎么着了 哼 我明白了 啊 告诉你吧 罪犯就是用这破玩意儿启动的炸弹 嗯 什么东西这是 这是一个既便宜又廉价的老鼠夹子 老鼠夹子 不会吧 这 这 买的街都是 我们上哪儿找去啊 林勇 哦 你瞧 我这人从不失言的 我说等你我就会等你的 这是余警官 你好余警官 林勇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啊 要不我们到前面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吧 我跟那儿很熟的 走吧 林总 过来了 好 欢迎这 这边 好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林勇 哦 不 呆过生的人已经 想喝点什么呀 来三杯咖啡 要醉相容的 没什么 哎 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看不出来 他们是警察 是这么负责破案的 他叫我给他们帮个忙 林勇 听说你当过工兵 是 我对站大的知识了解很多 这五几年了 快三年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部队 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来人天生军应该抗枪打仗 不是吗 你就是军人 我看你做下去动作就知道 你肯定当过兵 应该说 我们是同一个战壕出来的 所以我跟你说话特别亲切 是吗 连我当过兵你都看得出来 不简单啊 那当然了 我在工兵一年的时候 曾经被抽到参谋铺 去受过两个星期的侦察训练 林勇 你不是说想帮助我吗 我说什么 你写什么 好吗 好吗 生命 日 生 命 日 子 快乐 绅士 快 乐 生 事 是 再写点英文字母 A B C D 金光 我不懂英文 不会写英文字母 这样 你就写汉语听 没问题 这没问题 波波摸波 德特 波 波 摸 波 波 波 德 特 下来了 给我 教给他们 看清楚了吗 不用我说 这肯定是一个 廉价的带有定时功能的 想到中的零件 据我个人认为 这上面的英文字母 是犯罪分子留下的 这上面还占有许多东西 我让范高已经化验过了 是电缆 屁地 那张送花的小纸片上的弟弟 跟他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老辣朋友 我都活完了 剩下怎么破案 就是看你们的了 就算不管了 这还怎么样 这技术上能够提供的线索 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 还炸弹专家 费了半天劲 就告诉我们一个 满的街都能找到的老鼠家 一个廉价的 有定时功能的小闹钟 还有两个 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英文字母 就没了 记得没头没脑的东西都是 对 我也有同感 怎么开始埋怨起我来了 你们也看到了 这可是一个自制的炸弹 如果是轻弹 手榴弹 哪怕就是原子弹 我也能说出来 它是哪个国家 甚至于哪个地方 就连它是几号车间生产的 我也能说出来 干嘛呀 我这一宿辛辛苦苦的 干嘛呀你 不就说你一句吗 还委屈得没完没了了 还想我嫁给你呢 等八十岁以后吧 那别家 好家 这小这么坏 就是八十岁也被嫁给他 对 我八十岁我也得保持晚节 什么人呢 这么没良心 我辛辛苦苦弄了一宿了 你们不但不感谢 反而还埋怨我 什么人呢 好了 我心烦了 心灰了 一夜冷了 不高兴了 以后你们的事 少来找我 我这儿不欢迎你们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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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不欢迎就不欢迎 我们就不来了 你以为少了你这块狗肉 我们就上不了席了 那 好 这封印不错 你喜欢 行 你先走 什么人哪 土匪啊 范秀 瞧门去 那这游戏在这儿 你帮我走去 不上了 不高兴 没想到你在这儿 等一下 你这人是不是整天都优手好选的 我怎么老碰见你啊 你看 看出来了吗 这不是你总来帮过我们范秀吗 是吧 范秀 削苹果呢 那我这不是削苹果呢 我削你的娃娃娃娃娃 怎么说话呢 啥事啊 那话赶紧说 别跟着大姑娘似的 范秀 你说这合适吗 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甭说了 哎哎 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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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小弟找你 碰住你 肯定有急事 是吧 是吧 你呀 为大家水起小架 做个经历 就这事吧 怎么说你就这事 去 鸿梅 咱们走了 我来这走 怎么回事啊 我还没吃饭呢 表哥 我让你脚 做什么劲 我看我收拾你 你拼了我 笑什么 哎呦 敏凯呀 你看看你们这 一遇见点事 就摆得烂七八糟的 这哪还像刑警队的办公室啊 这简直像摆地摊的嘛 这 就这么大点地方 你让我怎么办 你那倒是快 要不到你那儿去 嗯 怎么了你 你老虎屁股 你摸不得你 我可告诉你啊 你小心 我扣你们的内务总分 香骨不用重锤 你放心吧 你去啊 等这案子一结 我保证搞好那个乌生 绝不拖刑大的后腿 你要拖了后腿 我可给你好看 敏凯 怎么样 这个案子有头绪了吗 哪那么快啊 我的人啊 都快拾过家门不入了 不过这些 嗯 雨亮和常总他们 有点瞑目 有没瞑目是好啊 趁着打铁呀 哎 敏凯 我可告诉你 这次人家一队 可破了一个漂亮无比的大案 好 找到了 就他 你看 只要一模一样 产品优惠下酒员 好家伙挺便宜的 你看刘青 好家 你去查查 看看是离哪个地方卖这种型号的铁猴 好家伙挺便宜的 看看是离哪个地方卖这种型号的铁猴 我 完全全是基础人的笔记 而且这个人呢 连最起码的笔记伪装都没有 真的 太好了 奶奶的 我们可终于抓到他了 风高 谢了啊 哎 哎 哎 风高 那个胡威 真的是你表妹啊 废话 表妹还有假的啊 去 吼 对 对 对 就是 像 感谢 你 要 我 Ster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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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写弟弟 就是代表我是他弟弟的意思 林勇 带我去你住的地方 这个是搜查证 这没问题 可我林勇绝不是你要找的凶手 你们应该相信我 走 林勇 这个 刷上难堪了吧 帮帮忙 用衣服给盖一下 走 这个蛋糕 能不能叫服务员小姐给转交一下 最好吧 小姐 帮我把这个蛋糕交给十一中出餐二班的蒋盼盘 就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吉祥新品屋的蛋糕 孩子们都爱吃 对不起小姐 这个蛋糕你不能交给他 我们没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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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陆 时候不早了 去医院陪小慧吧 陶儿 安曼刚抓住 我就 别啰嗦了 走吧 有我们的 李大 嗯 先看看他身上有什么 好 手机进来 他吧 你看这个 你为什么要捡这个 你明知道我们警察找的就是炸弹碎片 我 我只是喜欢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雅典茶楼毕竟是我工作的地方 而且 那里面还有我曾经喜欢过的姑娘 以后老了 我看见她 就会想起一些很难忘的故事来 你拿这个就是为了留所纪念 警官 我不知道你们也在找炸弹的碎片 我真的不知道 好 你看看这个吧 这可是最简单的炸弹定时器 这当然可以做定时器了 不过 我买这两个小闹钟 完全是因为商店在促销 买一送一很便宜 我想回山东老家的时候 把它带给我妹妹 她一直很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 林勇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被拘留了 老婆也是你一样 真好吃啊 嗯 谢谢你啊 那天 好家他们送来的菜可真好吃 是吗 那不简单 明天啊 让他们做了 再给咱送来 讨厌 这段时间把人家麻烦坏了 不好意思 跟他们客气什么呀 说好听的 总是同事 说不好听的 总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这张嘴啊 这哪里没办法 大家这么帮咱呢 你不说谢谢 还是说应该的 没良心 哎 我没良心 老公天天给你洗脚 我还成没良心啊 你给我洗脚怎么了 哎 等我病好了 咱们好好做一大猪肉菜 把他们都请来 嗯 我看行 大吃大喝的好几天 没腐败腐败 哦 还有小谷老师啊 还真是啊 小谷对咱龙龙真不错 嗯 是点感谢感谢人家啊 还有 还有什么 跟我公说 我想带龙龙出去 咱们也该 拍一张全家福了 拍一张 要拍 也得几十张上百张的拍啊 拍的可稀了滑了 你现在一张嘴就跟宝妈虎似的 哎呀 我啊 跟小门球比 还差得远着呢 你听人怎么说 等我有了钱 把满街摆上 全是馒头 油条 想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 听听听听 哎呦 这些年 真是哭了你了 我也没时间陪你们 哎 等你出了院 豁出去 请几天假 好好陪你们家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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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啦 咋好 咋嗨 咋咋好 咋好 藤 林勇招了吗 哎 这小子 成铁齿铜牙子啊 腾路 到 去审讯室 接着审林勇 是 反正啊 我也不想干这婆婆妈妈的活 拜拜 伙子们 政治部要下来检查内务卫生 咱们得抓紧了 要不拖了形大的后腿 咱们一年的卫生补贴 都泡汤了 抓紧啊 老师 拿个动场 抓 谢谢 怎么样 昨天晚上 在这儿冷吗 不冷 当明出身的人 身体绝对没问题 那好 那我们就 正式开始审讯 审讯 难道 连你也认为我有罪 林勇 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对你不利 真没想到 我悄悄地送花给老婆 只是想让一个善良的人快乐 可你们却认为 是我诈死了 我想把蛋糕带给蒋盼盼 只想安慰一个失去了妈妈的女儿 可你们却认为那里面常有炸弹 我不明白 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城市里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是充满了不信任 我真不明白 其实我也跟你一样 看到别人难过 总是递过去一支烟 或者端过去一杯水 没有别的事 就是想力所能及地给对方一点安慰 其实现在看来 没用的 对一个真正难过的人来说 一切都是无以安慰的 鱼子 对一个真正难过的人 出来下 鱼子 鱼子 新农健在水厂 刚刚发生了爆炸案 刚刚发生了爆炸案 慢点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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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茶楼的爆炸案一样 当场就炸死了 一个老板 一个女收货员 妈 一天一个爆炸 这跟咱们心情叫板了 你算了 要不 主长电话 我们都快点过来 不用 这不算 基本上是木头 找点有线索的东西 相对还比较容易一些 诶 尝尝就看 这又是个弹簧的底座 很显然 这是个老鼠家 对了 你看这上面这字 辟地 毕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得查不及 还有这个蛋糕 蛋糕就留给你们吃吧 我知道当年查得很辛苦 也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行不行 这怎么行呢 余警官 看在我曾经也是个军人的份上 就收下吧 你先说说死者的情况 好 男死者叫王志国 45岁 是木材镇的老板 家里有老婆和孩子 根据他们的邻居和市场里人反映 他们夫妻关系很好 在外边也没有什么拖欠账的情况 女死者叫曹新平 20岁 高中毕业没多久 刚到木材市场来工作不到两个月 是销售人员 平时跟父母住在家里 也没有男朋友 社会关系简单 基本情况就这些了 这个王志国和销售员 他们有没有什么暧昧关系 调查中好像没有人谈到这个问题 我估计没有 调路 我调查的这个情况 倒是值得注意 死者王志国在两个多月前 辞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售货员 叫朱秀娟 王志国说呢 当时他收了货款以后没有上交 所以说把他辞退了 当时朱秀娟 还又哭又闹 俩人还差点动了手 这个朱秀娟现在在哪里 据了解 这个人没什么文化 而且老公也死得早 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 他被辞退以后呢 很多人都知道他手脚不干净 所以说在市场里根本找不到工作 现在自己在家给人家干点灵活 他有没有相好 据了解 说过去有一个 是干木匠活的 后来吹了 好家 这个天歌牌的小闹钟我已经查过了 最初的零售价是十五块钱 在我书的三十六个超市和十二个商场都卖了 但是最关键的是上个月五号的时候 厂家推出了一个促销活动 每个零售价降为九块钱 很多超市甚至是推出了十六块钱买一送一的活动 所以它的销售量非常大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闹钟查起的话 范围太大了 无从查起 电缆 伙计们你们过来一下 你们看 这个案子的老鼠家上也有电缆 什么意思 你妈妈说 好 是这样 我们发现的两个爆炸现场是两个不同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两个不同位置所得到的物证当中 是不应该有同样的东西 当然了 烟灰和消防泡沫是除外的 可是这电缆就不同 我们在这两个爆炸现场并没有发现 那苹果推断 这老鼠家上的电缆 应该是出在同一个位置